真的好香 虾米中药汤也能治酸痛 美味的松阪豬搭上中药材 吃不也吃健康 不过动口之前先请达人出马 测试体能状况 一上一下 拉拉看能不能碰得到 好 像这样 对 碰得到 像这样 好 它好像有点吃力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再换边试试看 汁如果拉不到恐怕有问题 上班族常有的酸痛症状 像是腰酸 高低肩 只要双手合并在缓缓向上 向大鹏展示动作 在家也能DIY 居然坐在椅子上也有方法 我们先吸一口气 吸气 好 吐气的时候 我们上半身慢慢地往右 然后我们的脚慢慢地往左 你的右手可以扶住 你的这个脚的这个 椅子的那个椅背 或者是你的把手 这样可以扭转你的腰椎 然后到定位之后就吐气 美女中医师彭文雅 当场示范私房绝招 优雅的动作最适合女性 实际就连睡觉 怎么睡也影响我们脊椎 从小地方保健 就能保障骨骼健康 三星人渔城湖感中 他报道 我先去比较好 然后我先去看